我今天送给你 哇 天哪 是我拍的 真的 哇 谢谢 谢谢 拿着精心准备的小礼物 排队酒后的影迷 满心欢喜地送给偶像费翔 令费翔感动不已 事实上费翔是硬邀他所代言的内衣厂牌 为他的幸运顾客签名 而且只签在女性内衣还有珍藏海报上 不过费翔也透露 女性内衣还真不好签 他非常不好签 因为他有很多类丝在上面 然后这里那里就没有很明朗的地方 然后呢 我又矛盾了半天 是应该是背一边 想一边 还是两边都是背想两个字都放在一边 还是后来我想算了不要考虑那么多 放在那个掐的那个地方好了 而他也透露 这很有可能是他最后一次为女性用品代言 而好不容易终于看到自己的偶像 尽管已经排了大半天的歌迷 他们仍然感觉到不需此行 心情非常兴奋啊 很高兴啊 又隔了那么久可以再看到他 非常的高兴 由于费翔这次来到台北 主要是为了这场签名会 和歌迷来场面对面的接触 在这之后他又要赶回纽约 因此观众朋友要再看到费翔 恐怕还要再等上一段时间 多谢新闻